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烁的灯光 你脚完肺抽出卡片的那一刻 突然听到这样的尖叫声 你什么浑身正气都没有用 你一定是毛骨悚然 对 我就是这种感觉 然而啊 当我定神一看 我才知道哦 那个缴飞机的荧幕里面的置入广告 是某个惊控的广告 他要表达一件事情哦 就是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 可是又没有事先规划 到了那一刻 你会有多惊恐 你会有多无助 所以呢 就有一个广告演员尖叫一声 可是你看哦 这个广告本身很成立嘛 我们都知道他想传递的是什么 他如果放在电视里 放在YouTube里 你都不会有问题 结果呢 好死不死的是 他放在一个是昏暗闪烁的灯光地下室的角落 还让人在取出他的停车卡的那一刻 传出那个尖叫声 那种感觉就像是哦 你好意帮朋友安排一个生日的惊喜 所以呢 你在黑暗当中捧着蛋糕等待朋友来临 就等到朋友开门的时候 你手上蛋糕的烛火 那个光源从下巴是往上照的 原本你是想要营造温馨感 结果瞬间变得很阴森啊 这种图的状况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可是我们却不能否认 它是我们一手造成的 就像我猜 无论是停车场的管理处 还是广告商 他都不是要去吓他的车主或潜在客户吧 但他就创造出了这个结果嘛 这就是每一个部件拆开来看都没有问题 然而全部组合在一个不恰当的状态里 他就会让别人毛骨悚然啊 这样的状况其实让我很有感的是哦 最近有蛮多朋友在问我 奇怪他在说话的时候 为什么别人都不想听 结果我回到自己的身上 当我在跟他相处 我在听他说话的时候 他经常是一边说话 一边皱着眉头 然后肩膀垮着 然后说话的语气非常的低落 然后使用的语词都充满着负面的情绪 都有丧气的感觉 你想想看哦 他整个人到底呈现的是什么氛围 很有可能他说的内容都很好 但是他的氛围不对啊 就像是那个广告真的很好 但放在停车场的缴飞机的那个环境 那个氛围加上那个尖叫就是整个不对啊 其实我们都想要把自己讲清楚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观点能够被别人接受 但是如果你没有留意到 你到底呈现了什么 常常我们就会把精力放在我们以为的问题 而不是真正的问题 就像是在面对表达 除了这些你呈现出来的非语言讯号之外 在语言的讯号 有很多人就很认真的去背很多的话术 所谓的名言金句 他绝对是可以出口成章的 只是他的文章根本没有人想听 因为充满着套路感 他没有自己的灵魂跟思考 你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他在说话他在表达的时候 让你感觉到他是在卖弄 他说的内容再对 你对他会有什么投射呢 是不是他每个部件拆开来都对 但是组合起来都不对啊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都会发生这种状况呢 这里面的盲点就在于 我们通常只聚焦在某个局部 就像是在面对表达的时候 我们都只聚焦在说的话的内容 或者是句型架构 我有没有背一些有说服力的话 但是却忘记一件事 真正重要的整体呈现 除了非语言讯号之外 就是你的思考能力啊 如果你没有先想清楚 你讲出来的话再对都没有用 可是如果你已经完成了思考的工作 有时候真的不需要太厉害的话 很简单的话却很有说服力 你可以回想一下 在你心中认为那些很有说服力的人 你真的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他说的话的内容 用打字的方式把逐字稿打下来 你会发现那种会停在你心里 的那种倦勇的表达 那种真正有说服力 有长期影响力的内容 他通常都不是用很厉害的字词 他也不会让你闻到套路感 但是你会发现他讲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结构都是有完整的思考 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人生无时无刻都在表达我们自己 你有把自己表达的真正重要的背景 营造好吗 就像是这个广告一样 他放在一个很奇怪的背景 又在很奇怪的时机发出尖叫声 那他带给我的就是只有满满的惊吓 完全没有想要有任何的动力 想要成为他的客户吗 因为他给我的情绪连结就是惊吓 我们常常都要表达自己 透过表达别人才能够认识我们 可是你有先用功在表达的背景吗 那就是思考的功课 那么如果你想要在思考的功课 有所前进的话 其实我的线上课程自信表达力 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力气 帮助你在开口说出任何一句话 任何一个字之前 怎么样去建构起完整的思维能力 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是你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面对的表达情境 会有多复杂 会有多多元 甚至于有多少状况是我没有先想到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套路的方式 告诉你如果遇到A就B 如果遇到C就D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告诉你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去思考它 当你具备了思考的能力 就像是你得到的并不是鱼 而是吊杆 而且你还会知道哪里有鱼可以钓得起来 而且在这边要特别跟你分享一下 自信表达力1699的优惠 在11月30号的晚上12点就要截止了 所以你加入了吗? 如果还没加入的话 请你把握着难得的机会 那么无论你会不会加入我们的先上课程 我都期盼透过我们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不同的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玉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们也有Podcast的频道 你只要在相关的应用里搜寻 齐点文化一天听一点 你就可以订阅我们 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哦 然而如果你对于齐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 自信表达力这一门课 相关的课程资讯连结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 请你务必把握11月30号晚上12点之前 1699的优惠 期待跟你一起学习一起前进 那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